今天财经快报 Reddit的估值是合理的 美国银行客户连续三周卖出美国股票 格隆会4月16日美国银行客户4月12日当周连续第三周竞卖出美国股票 金额为8亿美元 同期标普500指数跌1.6% 机构、对冲基金、散户这三类客户都在竞卖出 黄金、白银股下跌First Majestic跌超9.8% 周二、美股黄金、白银股下跌截止发稿 今天、GFIUS、微跌Fortuna Silver、FSMUS、哈莫尼黄金、HMYUS 跌超2.8%、Silver Corp Metals、SVMUS跌超3%、泛美白银、POSUS 德汽车业 欧盟若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将损害自身利益 法兰克福4月15日 电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米勒 近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 德国汽车业反对欧盟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 AMD推出面向商用笔记本计算机和台式机的人工智能芯片 格龙会4月16日AMD周二发布了一系列用于人工智能个人计算机的新芯片 以扩大其在利润丰厚的人工智能个人计算机市场的份额 该公司表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2024年5G轻量化贯通行动 北京4月16日电贯通行动的通知 拉加德除非出现重大意外否则将很快降息 格龙会4月16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周二表示 欧洲央行仍将在短期内降息 前提是没有发生重大意外 他表示 我们只需要在反通胀的过程中建立更多的信心 早盘 美股涨跌不移道指涨于100点 16日晚 美股周二早盘涨跌不移道指涨于100点 市场关注摩根士丹利等的财报与中东局势的发展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今天发表讲话 美联储劫匪迅随着货币政策保持不变 通胀将下降 16日晚 美联储理事菲利普 劫匪迅周二表示 随着美联储继续实施限制性政策 他预计通胀将持续下降 淡水河谷跌3.75% 法院命令暂停所塞割矿的运营 格隆会4月16日淡水河谷 VALUS跌3.75% 报11.55美元 消息面上 法院命令暂停所塞割矿的运营 此外 多家大型近日纷纷下调淡水河谷的目标价 美国银行跌超3% QE营收 净利息收入均同比下降 格隆会4月16日美国银行 BACUS跌超3% 报34.86美元 消息面上 美国银行 QE营收为258.18亿美元 同比下降1.8% 市场预估254.64亿美元 调整后 每股收益为0.83美元 中概股普遍走低 格隆会4月16日拼多多跌1.9% 百度跌1.1% 理想汽车跌2.6% 京东跌2.3% 美国3月份营造许可用于新屋开建均低于预期 16日晚 美国商务部周二报告称 3月份新屋开建和营造许可均未达到预期 经季节性调整后 本月私人新屋开工总数为132万套 低于道琼斯预期的148万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德国经济增长预期 当地时间16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再次下调了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报告预计 德国2024年经济将增长0.2% 美国3月工业生产增长0.4%符合预期 16日晚 美联储周二报告称 美国3月份工业生产增长环比0.4%符合市场预期 但2024年第一季度下降1.8% 美联储还表示 衡量总产出潜力的产能利用率为78.4% 瑞银跌1.4%资本金要求或增加150亿至250亿美元 瑞银 UBSUS 跌1.4% 保28.02美元 消息面上 瑞士财政部部长Karen Keller Sutter表示 根据瑞士政府在瑞信倒闭后倡议的改革措施 瑞银必须面临更严格的资本金要求 摩根大通美国国债客户净多头升至三周最高水平 摩根大通截至4月15日当周的美国国债客户调查显示 多头增加4个百分点 空头减少6个百分点 中性增加2个百分点 净多头跃升至3月25日以来最高水平 每股行业EDF盘出涨跌户线 格龙汇4月16日医疗业EDF涨于0.5% 金融业EDF 日常消费品EDF和科技行业EDF各涨超0.2% 而银行业EDF 控制两位银行EDF各跌近1% 可选消费EDF 全球航空业EDF 强升跌1.3% 第一季度销售额略低于预期缩窄EPS指引 强升J&J US跌1.3% 报145.66美元 消息面上 强升第一季度销售额为213.8亿美元 同比增长2.3%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213.9亿美元 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2.7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支出和债务膨胀问题向美国发出警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异常直接的批评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称美国近期在发达经济体中的突出表现部分源自于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推动 爱立信涨超5% QE调整后EBIT大幅高于预期 爱立信涨5.43% 报5.05美元 消息面上 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EBIT43.1亿瑞典克朗 预估20.1亿瑞典克朗 销售净额533.3亿瑞典克朗 预估548.3亿瑞典克朗 交通运输部李小鹏 推动中德交通运输领域合作在上新台阶 上海证券报上正报中国证券网讯据交通运输部4月16日消息 4月16日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京会见了德国联邦数字化和交通部部长福尔克为新 开盘 美股周二开盘涨跌不移市场关注财报与美联储官员讲话 16日晚 美股周二开盘涨跌不移 道指有望结束此前的连续6个交易日下跌 市场关注摩根士丹利等的财报与中东局势的发展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今天发表讲话 安联首席经济顾问 高利率与美元强势搅动全球 格隆会4月16日 安联首席经济顾问L.Arian表示 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应对美元飙升和美国的高利率 他表示 对于如何应对美元全面走强 特朗普旗下Truth Social将分阶段推出流媒体平台 格隆会4月16日 特朗普旗下社交媒体Truth Social周二表示 经过6个月的测试 该公司计划分阶段推出电视直播流媒体平台 该公司将在第一阶段推出Truth 特斯拉裁员未能平息投资者担忧股价不升反降 昨日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0%以上 约14000人受影响 该消息传出后 特斯拉股价暴跌近6% 降至去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沃尔玛支持的数字营销公司EBOTA 你在美国IPO中融资5.5亿亿美元 格隆会4月16日 由沃尔玛支持的数字营销公司EBOTA周二表示 希望通过在美国的首次公开募股筹集约5.51亿美元 公司估值约为25.5亿美元 强生QE美股收益超预期上调全年销售额指引 周二美股盘前 强生JNJUS公布了其2024年第一季度财务业绩 财报显示 强生QE销售额为213.8亿美元 同比增长2.3% 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213.9亿美元 调整后的净利润为65 摩根市单利交易部门收入超过预期利润同比增长14% 摩根市单利交易部门第一季度创造的收入超出预期 该行的财富管理业务也重新步入正轨 来自交易业务的收入达到53.3亿美元 超出分析师预期 罕见病巨头Ultragenics反异寡和肝酸疗法挺进三期临床建制天使综合征 Ultragenics Pharmaceutical Rare US 宣布其用于治疗天使综合征 Angelman Syndrome 的再延疗法GDX-102在1 2分之1期临床试验中获得的最新数据